好 这条好 这条就好 赶紧 赶紧 来 高丽菜价格最好的时候 趁经论两计算 一颗可能要价上百元 菜土菜经 供过于秋 价格暴跌 连采收的成本都会赚不回来 较农友情何以堪 为挺农友帮忙销售 板桥区红翠里里长黄一静 采买南部高丽菜 凭发票免费给李明兑换 感谢区长还有何柏文议员的 币宿黄淑君 今天例如我们红翠里 我们是捐发票做爱心 祝农民做公益 因为高丽菜过剩 红翠里有这个爱心 跟创世基金会 捐发票帮助植物人 希望我们李明踊跃参加 从年初到现在天气好 助长高丽菜长大长好 价格始终无法回涨 农民欲哭无泪 黄一静里长佛心 助农民一臂之力 大量采购免费大赠送 多少补贴人工采收成本 减少农油损失 限制因为高丽菜生产过剩时期 农民的生产成本不够成本 那我们红翠里的黄里长 非常的有爱心 去农地购买了一些高丽菜 要来发送给我们的李明 只要我们的李明捐赠两张发票 来做公益 那我们的黄里长 他也知道要不要来购买了一些高丽菜 我想就是来帮助农民 让大家渡过这个难关 产难供过于求 除了高丽菜之外 还有包括青花菜 番茄等蔬果 菜农大喊吃不消 里长建议这段期间 大家用行动力挺菜农 多买蔬果煮来吃 也能顾好家人的健康 记者林立吴志恒 板桥报导